把原住民族教育这件事情 它是可以推动到整个台湾的社会 不管它现在是在一个 以原民为主体的学校 还是以非原民为主体的学校 大家都可以有共同 对原住民族更多的认识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在谈 原住民族教育的时候 会比较倾向能够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因为如果谈原住民族教育 都只有从原住民自己来赔利原住民的话 其实也有可能会载化了 对于原住民教育的想象 我们蛮期待这是全台湾社会 我们大家如果今天台湾社会 要走向一个多元共好的可能的话 其实会蛮需要对不同族群的经验 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今天就先来聊一下 谐音梗这件事 我想今天会办这个讲座 应该也跟前段时间 或者是好多年来 其实有非常多跟原民有关的谐音的玩笑 会进行 其实你说谐音梗这件事 也不是只有针对原住民 其实台湾社会有很多 我们会用谐音梗的方式来呈现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们才会听到一个说法 就是生活很辛苦 感觉谐音梗好像可以增加我们的乐趣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在意 用谐音梗的这件事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们的生活经验中 多多少少都有这些讨论 各位怎么思考谐音梗对我们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些意义是什么 我想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如果谈到原民的时候 我还是想要谈一下 因为我们这几年来跟原民有关的议题 其实有些伙伴也会讲到说 当我们在谈原住民族的相关的话语 这些讨论的时候讲到谐音梗 那可能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不见得让原住民社群会觉得很舒服的一些论述 包含前段时间的我们讲的这个 不管是对华纳的说法或翻载的说法 那等等的这些讨论这样子 那所以我想说在一开始谈歧视议题的时候 我可能还是要先针对一些概念做一些定义 但我知道线上有些老师可能过去 在相关的讲座里面 大家可能都听过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再说一遍 然后也许可以再做一点概念上的理清 当我们在讲歧视的时候 其实在有很多的词汇会会交替使用 像刻板印象 偏见 歧视 隐为 歧视 其实这几年我们都会交替使用 那我想稍微简单的说一下 我自己对这些词汇的一些 比较简单的一些初步的一些分类的看法 像刻板印象是我们常常会拿来讲 就是我们可能对一群人有些既定的印象 比如说我们对原民常常会有些既定的印象 比如说我们认为原住民会唱歌会跳舞会喝酒 然后或者是原住民的很幽默 或者是可能想到原住民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观点 就是说原住民时间观念不佳等等 各式各样的这些既定印象 那通常我们往往会有对一群人有些既定印象 可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听别人在谈论这个群体的时候 好像有部分的群体的成员可能会有这些行为表现 但是不代表整个群体都是如此 但是我们会把部分人的行为表现放到整个群体 认为他们都是如此这样 所以那个比较像刻板印象 那通常刻板印象像我自己 我们在讲人家在问我说 希望原住民有哪些刻板印象或哪些既定印象 我们常常可以讲出一大堆各式各样的 我们知道我们听过的 这个社会对原住民的印象是什么这样 但不代表我内心是认同他 比如说就像是我不代表我认同原住民爱喝酒 我不代表我认同原住民会唱歌会跳舞 可是一旦我发自内心的认同的这些观点 我发自内心的真的这么觉得的话 我认为那个叫做偏见这样 就是你认同了这个刻板印象其实那就是偏见 我发自内心的认为对原住民就是很会唱歌很会跳舞 运动细胞很好很幽默 我如果发自内心真的这么认为 那个其实就是我的偏见 那接着还有一个叫歧视 歧视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如果我们进一步把我们心中的偏见 因为偏见是在你心中这样想 可是你进一步把你的偏见 透过在人际互动中的言语行为把它表现出来 或在政策制定中或制度设计中把它表现出来 那个叫做歧视 所以歧视其实是你偏见的一种展现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这几年来也谈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隐为歧视 就是过去说的为歧视这样 那我特别在为歧视的为前面加一个隐藏的隐 是因为过去在为歧视的讨论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字面的关系 有些伙伴会把这个为误会了它的意思 以为它是个量词 可是为歧视的为不是量词 它在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中 那个隐而未见的那种很幽微的 那种歧视的表现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特别想去强调 在这个为歧视的为前面加一个隐 然后但是也想跟大家说明的是 在我们的观点里面 包括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我们认为隐为歧视其实就是歧视的一种 只是因为这个社会上 我们过去会太理所当然的 对某些群体有些既定的印象 或者理所当然的 有对某些群体的偏见 然后甚至把它表现出来 那可是我们并没有觉察到这个理所 当然其实背后可能带着的 也许有种族主义 假设放在多元性别的议题里面 可能是一个异性恋主义 或者是性别二元的主义 或者是放在障碍的议题里面 可能是个健全主义 但放在原民的议题里面 可能涉及到种族主义等等 我们没有觉察到 原来我们身上带的这些观点 在跟这些群体的人互动 所以就是会有这个隐为歧视的 这种互动方式的产生 所以我大概把这些词汇 做一点简单的说明 那我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谈 歧视跟隐为歧视的经验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这几年来 有一些访谈 就是那些访谈里面 其实都会讲到 就是特别是针对原住民青年的 这些歧视经验的一些讨论 那我其实都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因为升学加分的议题 其实让原住民学生 确实在校园中会遇到一些 比较不友善的言论 比如说老师可能会说 你已经是这个地方的第一志愿 保障名额了 你不用那么认真的念书 或者是同学会说 你已经保障名额了 你已经有机会考上第一志愿了 不要那么认真 可能就是会有这种论调这样 可是对原住民学生来说 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 内心是很复杂的 因为他会觉得说 即便我好像可以考上第一志愿 我的模拟考成绩也许可以考上 那不代表我真的考上了 也不代表我不用认真念书 可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心态 来跟我互动这样子 然后另外有些学生 他就会讲到说 他们会面对到 假设他在都会区成长的学生 那我们就有听到一个伙伴 有分享过他的经验 他就说他在高一的时候 有一群非原住民好朋友 他在高一有一群非原住民好朋友 结果他上班上 他们班上的高中班的 这个班上的 唯一的原住民学生 然后他有一群非原住民的好朋友 在高一的时候 然后一直到高二的时候 有一天在课堂上 那个非原住民的同学 有一个他的好朋友 就在课堂上举手问老师说 老师为什么原住民可以加分这样子 然后 他的 然后老师的当下的回应就会说 因为部落的条件不一样 有些部落很穷 没有条件可以升学 所以就加分这样子 那 那老师这个话不说还好 一说完之后 这个举手的学生就讲说 可是某某某从小在台北长大 他为什么可以加分 他没有很穷 他跟我们住的一样 受一样的教育这样 就有这些论调出现 那 其实在这样的讨论的过程中 你就会注意到 有些我们的原住民学生 我就听到像这个伙伴 他就有分享 他说 老师一讲完这个话的时候 然后 他的那个好朋友就接着讲 就会说 可是某某某 他从小在台北长大 为什么可以加分 然后他说讲完这个话的 那个同学讲完这个话的时候 全班同学目光就看着他这样 那他觉得他很尴尬 他那时候头头的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我们蛮多的原住民学生 在升学期间 其实会遇到的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就是加分的这个议题 是我们蛮多学生 不管他是 他的在都会区长大 还是在部落成长 常常会遇到的这种讨论这样子 但是我等一下后面会来讨论 就是说 我们到底今天 为什么今天大家对加分的思维 都会认为说 是跟这个 一定是你的原住民的 这个要是部落 来自部落的 或者是 是从一个教育资源匮乏的思考 来想加分这件事 他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盲点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再讨论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 当我们这些学生 原住民学生 我先把这些歧视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后续的这样 那就当我们这些原住民学生 他面对到 同学开始去挑战 这个加分这件事的时候 甚至他们可能会认为说 你是原住民 然后那你为什么可以加分 或者是原住民为什么就可以加分 然后另外一个是 为什么你是原住民 但是你说你是原住民 但是你好像不太会讲族女 你好像不太了解你部落的文化 而且你甚至不是在部落长大的 你凭什么说你是原住民 你已经汉化了不够圆了 我们听过这个是这样这种说法 然后就会开始去质疑我们的学生这样子 那接着就会 我们的学生 其实就是我们有些参与的 就是参与我们这个访谈的学生 就会反映到一件事是说 当他们一开始 第一次听到这些言论的时候 内心都会觉得很愤怒 说他们这样讲不对 不应该这样讲我 可是却不知道怎么去回应 因为通常是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遇到这种 跟你身份有关的质疑的时候 又在国中跟高中阶段 你可能都还在建构 你对族群的认识跟认同 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件事 来自主流社会的一些不同的观点 然后当他开始面对到一次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回应 两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应 可是他长期这样 一直听到这样的言论的时候 到最后他就会有种感觉是 他们会不会讲的其实是对的 是不是真的就是像他们讲 我就是没有在部落长大 或者是我就是不太了解文化 所以我没有资格说我是原住民 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原住民学生 在他成长经验中 遇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 会开始对自己有很多的怀疑 有开始对自己认同 产生很多的不确定 然后甚至开始会对人很难信任 保持跟人的距离 害怕跟人建立关系 然后甚至会开始对于生活周遭的环境 人事物产生一种警觉跟防备的心态 这样 然后这是我们大概听过的这种现象 这样 那我也想讲一下说除了刚刚讲的这种 很直接的这种跟加分有关的 或者是对原住民族的这种五官轮廓的那种 很直接的歧视的言论有在发生之外 其实台湾社会我们这几年来 也有不少的跟这种隐为歧视的讨论这样 那为什么会谈隐为歧视 其实就是我刚刚前面讲 隐为歧视就是歧视的一种现象 那他试着要去凸显过去不被重视的 或是被合理化的一种歧视的状态 这样子 然后这个词汇很多人问我 就是说 期望你们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个概念 如果隐为歧视就是歧视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我觉得我们会强调这件事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在台湾社会 其实会出现一个状况 是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的言论好像没有伤害原住民的意思 那为什么原住民要想那么多 然后甚至会觉得说 我可能是善意的 我没有恶意 为什么今天原住民会说 我在歧视他 我通常有时候会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特别把 有时候一些善意的联论 可是却让原住民组伙伴 社群觉得受伤的状态 我们会把它特别拿出来讨论 就是那会用隐为歧视来做讨论 关键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隐为歧视的事件之所以会发生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就像我前面谈的 就是我们那种认为很合理的 很理所当然的 可是可能带着种族主义的观点 是我们没有觉察到的 但是我们因为从小到大的教育里面 或者家庭的互动中 让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 所以觉得 所以好像觉得这件事不构成歧视 可是事实上它可能背后都带着 种族主义或者特定的主义的观点 那另外一个事情是因为 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随着这个人权的发展 我们有非常多开始的讨论 就会讲说 一些政治正确的论述 比如说我们知道说 就像我们在讲 这个讲环纳这个词好了 其实我们会知道 当环纳这个词出现 去讲原住民的时候 社会就会开始有一些 觉得不应该讲这个话 可是不一定 当我们说 当我们在表达 不应该讲这个话的时候 却不一定真的对于环纳这个词有所行思 就是我们知道不能说 因为说的时候可能会被踏伐 可能会开始被公审 但不一定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说 也不一定知道 讲出这个话 对原住民族社群的 或社会的伤害是什么这样子 又或者我们在描述 过去在讲这个 在描述这个 有性格气质阴柔的男性的时候 过去会有一个很不好听的说法 叫娘娘腔 那这个说法我们知道 现在这会不能说 因为大家的性别平等教育的关系 我们好像都知道不能说 但不代表我们真的理解 说了之后 对性别的群体 包含对性别气质应揉的人 他的感受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我们走向政治正确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也把很多的人权公约 给国内法化 所以台湾的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权 强调有些言论不能说 开始有一些政治正确的主张 可是我们在主张政治正确的时候 我们也要开始思考 政治正确不是叫我们不去谈论这些 我说我们有些 我们要开始带着社会大众来去讨论说 到底为什么这些言论不能说 的背后的脉络是什么 可是我们如果只有跟大家说 这个词你不能说 没有去谈那个脉络的时候 其实歧视还是有可能会继续埋藏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没有办法被认真的看待 我觉得引为歧视之所以有机会 有可以延续 很多时候就是在 我们没有认真的去讨论 台湾社会发生的歧视是什么 那个歧视的脉络是什么 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针对 原住民族社会 其实它包含除了 族群的议题 种族议题之外 台湾社会有非常多歧视的言论 对于多元性别 对跨性别 加上最近的这些 同志伴侣的收养的议题 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这种 歧视跟污名的言论 它其实背后反映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其实好像在谈论人权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有机会真的去谈论到 这个群体 这个涉及到 比如说我们讲 这个原民社群 多元性别社群 障碍社群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可能处在社会不利处境的社群 被压迫群体 它的实际的经验是什么 我们不见得有机会让 更多的民众去了解 当你没有了解的时候 我们好像就只知道说 不能说这些话 但不代表我们真的理解 有可能就会让歧视的 这些 不管是偏见或歧视的 这些互动的言行 会继续在发酵 其实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我们会讨论到很多 有关于歧视的事情 就是像包含 我们跟隐为歧视有关的 就是像我在这个方面中 通常隐为歧视它的发生 它会比较像是那种 行为者他无意识的去传递 某些缺乏 种族性别性情向 这种文化敏感度的言论 不管这言论是贬义或者称赞 都会让当事人觉得被冒犯 比如说 有我们在原民的社群里面 在之前跟一些伙伴在互动的时候 就会听到有朋友跟我分享说 希望我去面试 但是那个面试的委员跟我说 看了我的履历之后 对我说 哇这个很少看到原住民能够 从这个学校毕业 不简单 或者说很少看到原住民考上这个学校 又或者说很少看到原住民像你这样 哇可以这个讲话讲得这么讲话的表达方式 这么的这么的就是讲话讲得这么流畅 就是会是这样的说法 然后原住民朋友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那个朋友就跟我说 他当下感受很复杂 他说我我感觉到他想想称赞我 可是他称赞我的时候 却让我觉得那种感觉不舒服 是因为好像在隐含原住民的能力是不够的 所以我很特别这样子 他觉得感觉有点不舒服 又或者我们不要讲族群 我们讲到性别的议题 像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个现象 比如说中性打扮的人去上厕所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人家询问你的生理性别 比如告诉你说不好意思 你看到刘长发的男性 不论他的性情向或他的性别认同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他是男性的时候 刘长发的时候你可能以为他是女生 就跟他说不好意思 这是男生女生在隔壁这样子 那或者是你看到中性打扮的刘短发的女性 那他去男厕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 你没有觉察到他性别的认同或性别的角色 他就开始会说不好意思 男厕在隔壁你走错了厕所 其实他背后都有一个讯息 去隐含了我们的性别气质 好像跟我们的生理性别要相符才可以 才会成立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社会中 好像很少有这样的讨论 就到底为什么我们认为 生理性别一定要跟性别气质要相符 然后又或者我们为什么认为 厕所一定要分男厕跟女厕 我们好像从小就内化了这个观点 就觉得厕所对来就要分男女厕 男生上男厕女生上女厕 从小好像就有一个性别二元的观点在 当然现在台湾的社会 随着性别平等教育的关系 然后性别主流化的关系 开始有出现了性别友善厕所 然后能够让多元性别认同 或者是不希望被归类二元性别的全台湾的民众 也许可以做一个选择这样 可是我就讲实在话 可是我们看得到到现在 很多地方它还是都是一个 性别二元的一个厕所的分类方式 可是我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 就我们好像从小就是被建构了这个观点 可是很少去问为什么 好像都很理所当然的就是去了这些 做这个厕所的选择这样子 然后随着社会的变化下 虽然现在出现性别友善厕所 可是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 现在在我们学校里面 我就拿我们系来 我们的系馆来说 我们是社工跟社会系是同一个系馆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系上 跟同学们有些讨论的时候 我就听到同学说 即便现在我们有性别友善厕所 可是你很明显感觉到 蛮多同学还是倾向去选择去男厕或女厕 反而比较少走进性别友善厕所 因为他可能害怕被标签 甚至他会觉得很不习惯 那我觉得就很值得去思考 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其实背后他带着的 都是性别二元论的观点 在影响着我们 就性别主义的观点在影响着我们 而我们可能毫无觉察这件事情 那回到原住民族的议题 其实我们很常发生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对原住民族 常常会带着某些既定的印象 然后缺乏文化敏感度的一些观点 比如说我们认为原住民族 一定很会唱歌 甚至会唱他的传统的歌 跳拉的族群的舞蹈 会讲族语 体育要好会喝酒 那我们好像无形中社会在对原住民的认识 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就是对原住民有些既定的形象的想象 然后甚至会认为说 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原住民 好像就不能被称作原住民 这是我们现在原住民社会的青年 其实常常会遇到的 比如说有些伙伴就有在讲说 我没有特别爱运动 可是又被选老师选当体育股长 或者是你是原住民 酒量要很好应该会讲族语 然后我们就有伙伴讲 每次被问到会不会讲族语的时候 他好像都会感觉很复杂 他说因为我其实从小的家庭环境 在家里面比较少讲族语 就是我知道我是原住民 可是我们家里面很少用族语在互动 可是每次我被问到会不会讲族语的时候 我好像就被提醒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原住民 因为现在的台湾社会的氛围 特别是走向本土化的教育之后 我们越来越重视 你要会讲本土的语言 然后会讲原住民族语 甚至国家有非常多的政策 在推行讲族语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社会的氛围是你要会讲族语 你要很懂文化 才合格当一个原住民 可是每次被问到会不会讲族语的时候 就提醒他自己 他好像不会讲 所以我是不是一个不合格的原住民 不少的现在流行民青年会有这种感觉 对谢谢在留言区的老师们 确实有些讲喉若韦的家庭的孩子 他也不一定会讲喉若韦这样子 当原住民的朋友开始在跟生活周遭的这些人去回应说 就是比如说 就是会回应说 你刚刚讲的话可能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问我会不会讲族语的时候 会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话 我们常常会接收到回应就是 我只是在开玩笑 你不要想太多 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 我不要小题大做 甚至会说我有很多原住民好朋友 不会想伤害原住民的意思 那这样的回应方式 通常也会让原住民的青年 或是原住民的族人 会感受到很复杂的情绪 就是要邀请大家可以将心比心 就是说我们撇开住去议题不谈 假设大家想想看在你日常生活中 如果你跟你的家人或朋友在对话的时候 那你的朋友或家人讲了一些言论让你不舒服 那你可能跟他讲说 我刚刚你就跟他直接回应说 你刚刚讲的话我有一点点不舒服 那如果他对方跟你的家人或朋友告诉你说 你想太多开玩笑而已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小题大做 你好太敏感了 那我怎么可能会想要伤害你的意思呢 那你可能在听了这些话的时候 感受也许会很复杂这样子 那那个感受的复杂 其实某种部分是因为也会感觉到 我的不舒服的情绪好像没有被正视到 就是我其实在告诉你我在不舒服 不管你有没有伤害我的意图 可是事实上我在刚刚那个当下 我是不舒服的 那我希望你听到我的不舒服 可是当我们马上就有一个 说我马上有一个回应说 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 你想太多 好像要去切割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让原住民的朋友会觉得受伤 他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在认真听到 我刚刚那个不舒服的情绪 我希望被你认真看待的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也是想说特别分享这几年来 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论述 那这些都构成我们在讲的隐为歧视 然后另外一种隐为歧视的表现 就是对受压迫身份的事而不见 其实我们常会听到说 我一视同仁 原住民跟大家都一样 没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另外一种是 我很羡慕你是原住民 其实我们很常在原住民的青年 他们升学期间很常听到这个话 好羡慕你是原住民 就是我也好想当原住民 因为原住民可以加分这样 我好羡慕你 你知道对原住民的青年来说 那个感受非常复杂 他们就跟我分享说 我也很希望他可以来当当看原住民来感受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三不五时面对到的歧视言论 或者是能不能 他有没有可能来意识到 其实长年的殖民历史 这件事对我们的个人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族 甚至我们的祖先 造成的伤害跟影响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听到那种说 我很羡慕你是原住民 我也好想当原住民的说法的时候 好像听起来原住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一个很被大家向往跟崇尚的事 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这个背后可能说 大家是对原住民的殖民历史脉络 其实是缺乏认识的 我会讲出这个话来这样 然后好像看到的都是 所谓的福利的优待的这件事情 连接到原住民 没有看到原住民的殖民历史 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其实对原民的青年来说 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 内心都是很复杂的 那到底为什么要去 重视歧视跟隐为歧视 其实这几年来 我们会谈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讲说 希望你们一直在聊这一题 到底是为什么 要一直谈这件事 我想特别强调 因为歧视跟隐为歧视 是会带来伤害的 它其实会构成伤害 那我们不是在危言耸听 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包含在国内 国外的研究里面也看到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如果你长期经验到 歧视跟隐为歧视的言论的时候 或者是制度的时候 你很可能会影响身心健康 会影响我们身心健康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忧郁症 焦虑症 我们低幸福岗 低自尊 或者是有健康风险的行为 比如说物质使用 物质使用的意思就是 比如可能是使用毒品 使用酒精 还有自我伤害等等 这是我们国内外研究都看到 包含我们现在在做的 歧视跟隐为歧视的研究 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 就是不管是在植化或量化的 一些统计上的数据 也有达到 你看得到说 长期经验到歧视跟隐为歧视 其实会有达到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 忧郁症跟焦虑症的状况 它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 另外一个是在我们执行研究的访谈里面 我们也很常听到 原住民青年会分享 就是说 其实在校园里面 你长期出现 如果你有经验到 这个歧视跟隐为歧视的论述的时候 不管对方有没有意药伤害 可能你经验到这件事情 其实很容易会影响 学生的身心健康跟学业表现 那我们就有听到一个伙伴 就跟我分享说 特别是就是你知道 这几年来有非常多 在校园的歧视的论述 或者隐为歧视论述的产生 然后就有让一些学生 他们讲 只要在学校周遭的环境用餐 就有个学生说 我只要在学校周遭的餐厅用餐 然后我坐下来的用餐的时候 只要我听到旁边的桌的吃饭的人 他们讲到原住民三个字 他说我就会自动放下我的碗筷 然后很认真的去听 这些人到底在说什么 他说他几乎每次都是这样 他说他是不自觉的有这些行为 他说我不自觉的就是会 只要我听到原住民三个字 我不自觉的就会停止我现在 原本正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可能是比如说他可能跟朋友 正在聊天聊得很愉快 聊他们要去哪里玩 聊得很愉快这样 突然间听到原住民三个字 他就瞬间安静 然后把碗筷放下 很认真听隔壁说在说什么 然后这些伙伴就跟我分享到说 他说除了他自己这样之外 因为他的这种很长期 会有这样的反应 他身边那些很亲近的好朋友 都也会受到这件事影响 就会跟着 就突然间瞬间大家讨论去停止 那都把碗筷放下 在听隔壁说在讲什么 然后跟我分享说 他讲他会这个行动 他自己后面的感受是因为 他觉得他必须要先 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因为他觉得 他必须要先让自己有一个预备心 因为他说他放下这个动作 就要一个预备心 等一下会不会听到哪些不舒服的言论 他说他有一个给自己一个预备的动作 这样子 他常常会有这个状态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在 如果你要硬要去讲说在身心健康的一些 一些参考的这些症状里面 这种高度处在警觉防备的状态 他其实也是一种身心症状的表现 所以其实歧视跟领违 其实我们长期在谈这件事的时候 不是要去造成社会的冲突跟分裂 很多人说集光里面是在讲 歧视跟领违 歧视好像是要造成社会的分裂 可是我们的出发点都不是这个 因为我们的重点在 我们其实是想要好好的生活 想要没有被伤害的生活 所以其实讲到最后 我们在谈歧视跟领违歧视的重点 是我们想要健康的活着 身心健康的活着 身心健康平安的活着 其实那个诉求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并不是说谈歧视跟领违歧视 只是在争个什么原住民的存在感 因为很多朋友会误会 我们在谈这件事的初衷是什么 所以我想特别的强调 我们今天谈这些话题 希望这个社会可以 不要再有歧视跟领违歧视的发生 的重点是因为 这些事情会有伤害 它是有伤害的 而且是真的会造成 身心健康的议题 当然我们不是说 每个原住民都会有这个状态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部分的族人 确实深受这些事情的困扰 在身心上的困扰 那谐音梗到底有不有趣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值得再来讨论 就是我们前面在铺层在讲 歧视跟领违歧视会有伤害这件事 其实也是想要来聊 我们生活是很苦没错 所以生活谐音梗 其实也许可以增加一些乐趣 因为很好玩很好笑 比如说之前在某大学 中正大学 因为我是直接网络的截图 就有一个学生的一些行动活动 然后他们拿这个番仔 番茄的番 用谐音讲番仔 然后大家可以看 这边把一个可爱的 来自台湾在地的原生番茄 串在一起 裹上我们汉人特制的糖浆 接着我们能够享用 最道地的番仔 那其实对原住民学生来说 我想讲 就是可能线上的老师们 我想特别强调一件事 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只是在校园里面 个别学校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也必须讲 我们现在在一个网络的时代 所以大家在社群媒体 可以很活络的时代 其实即便只是在丹尼学校 发生的事 其实都会变成 对整个社群的影响 就像是中正大学的番仔 包含在之前在中部的学校 中部高中的西环纳的文宣 也包含现在在我们台大发生 台大学生会举办言论自由的活动的时候 出现了火帽4.05帐的标语 其实这些东西 当它开始在网络时代 在传的时候 它就不是只是对这个学校的学生 造成冲击 也不是对这个学校的老师 造成冲击 它是对可能跟这些议题 这些标语在指涉的社群 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我要讲不是每个原住民都会觉得受伤 可是也不是每个原住民都不会觉得受伤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开始讨论 这是言论自由 我们到底要限制言论自由吗 然后开个玩笑为什么要那么认真 就是我们前面谈的 开个玩笑 为什么要小题大做 可是这个玩笑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能是开玩笑的人 可是我们不一定是被开玩笑的这个群体 但一旦你开始变成这个被开玩笑的群体 你的感受会是什么 然后有人说生活要幽默感 这个其实很好笑 干嘛那我没有幽默感 可是就一样的道理 我们的玩笑 我们的幽默 有没有可能不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 或伤痛身上这样子 然后甚至我们也会听得到 有些是原民背景的伙伴 他会说我是原住民 我觉得谐音梗很有趣 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在意这件事 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影响 为什么原住民有些朋友 要特别去强调这件事情 可是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谈的 即便我们这个我们作为一个 因为我可以尊重每个人生命经验的不同 因为不是每个人对于面对歧视言论 都会受伤的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 可是我就像我前面讲的 我们没有受伤 不代表别人没有受伤 我们是撤群的一份子 没错 我没有受伤不代表社群内的 其他人没有受伤 当你看到社群内有其他人 因为这件事受伤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思考 我们能不能再继续支持 这样的论述 然后再过来 就是我们又听到一些朋友 会说原住民的朋友 也是这样讲 我们为什么非原住民就不可以说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多想一点 就我们讲玩笑这件事 我们常常讲玩笑 我们为什么会有说自嘲你可以接受 可是别人来嘲笑 别人开你玩笑你会觉得不能接受 有时候是将心比心的概念 我们不用再讲原住民 就跳开原住民回到你的生命经验去想这件事 有些玩笑我们会习惯 我们觉得自嘲 我们可以自嘲 可以开自己玩笑 可是别人来开你玩笑的时候 你会是什么感觉 特别是开你玩笑的这个人 他可能不是社群的一份子 你会是什么感觉 你的感受会是什么 那就像我讲 不是每个人面对玩笑这件事情 大家的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 然后最后言论 我在讲言论自由 就是言论自由 他其实应该在一个范畴内 就是言论自由并不是主张毫无限制的 可以伤害跟攻击他人的言论 言论自由 他其实是有所 他是有范畴的 就是我们在讲的 台湾过去社会在推动的言论自由 然后那是因为台湾过去的社会里面 有很多的压迫的存在 那个权力不对等的压迫的存在 所以我们会主张 台湾社会要走向民主 走向重视人权 走向自由 可是我们并不是要 无限扩张言论自由 来去造成他人的不舒服 不然我们的台湾社会 国际上就不会有所谓的 消除一些种族歧视 或歧视的相关的国际公约的存在 也不会有所谓的毁谤的这些 这些相关的法规的存在 所以大家可能在谈言论自由的时候 我觉得要有另外一个思考的视角 并不是每件事情 榜上言论自由 就真的可以无限的扩张 这样的使用 讲到最后 其实我们也都会有一些感受 就是为什么学生社群 会对原住民 或者是对原民的事情上 有这么多的情绪 就会甚至要把原住民 拿来开玩笑 那某一个部分可能都涉及到 跟加分有关 就是我们观察到有些现象 好像跟加分有关 那当然我在前面有提到 就是最前面的那些论调 就是我觉得可以来 就接着来讲加分的件事 我觉得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下 加分这一题 因为很多的朋友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 都会觉得都市原住民 为什么可以加分 或者是他说 我接受原住民加分 我也接受很辛苦的 都市原住民可以加分 或者是我也接受那种 社经地位 就是或者在台湾社会 所在不利处境的 这些都市原住民可以加分 但我不接受 在都会地区 资源很丰富的人可以加分 我们也听过这种说法 那我觉得在谈加分 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脉络上 跟老师们做点讨论 或者线上的老师 搞不好就很多老师 都已经有很多的 在这个议题上的涉猎 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 做一点交流 那我们都也知道说 过去的加分政策 它其实是带着一个 同化的脉络 早期的台湾社会 最早的时候 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 它其实是带着一个 同化的思维 希望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原住民 可以快速地跟上 整个主流社会 非原住民社会 我们讲的汉话 快速地同化 然后学习华语 然后用华人的思考的逻辑 所以那时候的 其实加分是为了让原住民 可以快速地同化 的一个同化政策 因为他认为说早期原住民 思想比较野蛮 就是比较不进步 所以我们透过加分 帮助他们来进步 变成可以跟我们非原住民 一样的那个观点 加背后是一个同化的逻辑 但随着加分政策的推动 开始就会有些讨论 就开始有些 我们也知道一些 原住民的名代 包含社会上的 其他的大社会会讲说 我们原住民加分 是不是应该也要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应该要让 有条件的加分 就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站在 一个文化保存的角度 因为也随着台湾的 原住民族运动的推动 开始有个文化保存的 这种风气 开始非常的盛行 那包含整个台湾的 本土化的一个历程 这样子 那就很多的文化保存的 论调出现 就说那我们如果要加分 那现在我们应该要绑 我们的足语考试 就足语认证的绑 绑足语认证这件事 而不应该只是 有原住民身份都可以加这样 就要绑足语认证 那所以就开始有 你有注意认证的话 你可以加分加得比较多的 这样的论述出来 那当然随着台湾的 原住民族运动的推展 就是原住民权力运动的推展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件事 我们开始对文化保存 这件事有很多的形思 我们有非常多的形思 就是原住民社会 我们知道原住民的 过去的文化的脉络 有它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 开始面对到 当代的原住民 它是处在文化流动的状态下 它有不同的 跟社会互动的方式 可是当我们不断的 去强调传统 我觉得很重要去思考 传统在讲的是什么 我们在讲的传统 文化的保存 要保存的是 10年前的 20年前的 100年前的 还是300年前的 原住民文化 而且我们为什么 是站在这个角度 来思考原住民 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当代的台湾社会 我们到底是站在 什么样的视角 来思考原住民 应该长什么样子 我们好像想象的 我们这种想象的 在想象原住民的样貌 想象原住民 应该要非常的 有它的文化独特性 它才可以被称作原住民 可是好像这个思考上 忽略了 在这个殖民历史 社会变迁下当代原住民 可能形成了多元的样貌 所以不断的在强调文化的保存 强调文化的本质 强调原住民要会讲族语 要懂文化 最好要在部落生活 可能还要会打猎 还要会支部 等等的这种描述的方式 忽略了当代的原住民 他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表现 或者跟他的族群的连结 为什么是这个状态 完全忽略了整个历史的 知名的脉络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文化保存这件事 我觉得很需要的 一个打一个问号的思考 那也随着社会的开始 有很多的这样的省思 在部分的原住民族的 这个社群里面 开始有族人也不断的在强调 我们今天想要原住民族社会 我们在讲 我们希望能够有主体性 甚至也在谈 所谓的自治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想象的 原住民的人才养成 他就不是只是 会做文化的一群原住民 不是只是在完全强调文化保存 只做文化事工的这些原住民 而是在想的是 原住民的集体人才的养成 我们也希望原住民里面 要有办法了解天文的 也希望原住民族的族人里面 有了解法律的 了解社工的 原住民的族人里面 也会做APP的 也会做软体工程的 也会做其他的 就是我们希望原住民 社会里面的人才是很多样的 不会只有集中在 特定的领域里面 所以其实在对加分这件事 现在的一些讨论就开始会出现 我们比较是从一个族群 集体人才的角度 来思考现在的加分的可能性 就是抛一些想法 跟老师们做交流 当然很多人会讨论 就像我刚回到刚刚讲的 我们能够接受偏乡的 部落的原住民加分 但我觉得都市的不可以接受 这其实在我自己系上 我在开原住民社会工作的课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会有一些 听到学生有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我们就要开始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在在想的 偏乡的这些资源匮乏的视角 就我们包含刚刚我们说 有原住民学生在课堂上 就是有同学举手问老师 为什么原住民可以加分 然后老师的论调也是说 因为原住民的资源匮乏 所以他们可以加 国家给他看到资源匮乏 所以给原住民加分 他站在的角度都是想的是 原住民是相对需要被帮助的 相对资源不足的 相对弱势的 用这个视角来看原住民 他其实会落入了一个 所谓的当代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分配式正义的逻辑 就是想到是 要看到当代原住民的差异性 然后看到这些差异的状况下 针对差异去做这些 所谓的这些资源的提供 那个想法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想象 比如说我们在讲 原住民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很多人会把原住民 跟所谓的社会不利处境会做连结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我们讲低收入 中低收入的划分到底是怎么划出来 其实我们在台湾社会在谈 低收入跟中低收入的讨论 很多时候都从当代的经验去划这件事 比如说我们开始统计从去年或前年的 全台湾的家庭的总人口数 还有家庭的总收入 然后来去做平均来去计算 然后算出一个所谓的收入 多少以下叫做中低收 在多少以下叫做低收 然后根据这个来做判断资源分配的标准 可是这样的思考逻辑是从当代的角度在思考 是当代的角度 就是我们现在近年来的这些角度 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我们要想的一点是 原住民议题它不是这个当代的议题而已 我们好像从当代的分配式正义来思考的时候 忽略了历史不正义的议题 忽略了原住民社会 今天我们在都市长大的原住民 他为什么会在都市生活 他其实背后有长年的殖民历史的造成的影响 就是今天在都市的族人 他之所以从原乡开始移动到都会区 他其实经过的很多是土地的被剥夺 然后资源的被剥夺不得不移动 开始货币的货币制度进来之后 不得不循着货币制度要在这个主流社会生存 他是被迫的要去面对这样的变化下 开始有这个移动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在想原住民议题的时候 如果都只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到 原来其实当代在都市的生活的族人 不管他是怎么样背景的都市的族人 他其实可能都面对到长期的 因为历史不正义 因为童话政策 因为土地的这种剥夺的政策 导致都市原住民的在过去的形成 所以我自己在想的是 我们在谈原住民族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是蛮需要一个历史争议的观点 不然我们会一直落入当代的分配式争议 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对于都市原住民会有很多的情绪 可是我会蛮希望大家可以从一个历史正义的角度来思考 其实搞不好今天的加分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赔偿 对原住民族整体社会的一种赔偿 然后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可以讨论的点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加分并不影响非原住民同学的权益 就是加分这件事情上是不影响权益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知道非原住民学生他要升学 原住民就算有加分 就算有保障名额 但是不代表 他并不会去剥夺掉非原住民学生的升学这件事 并不会因为有这个名额的关系 让非原住民学生少一个名额 并没有这件事发生 那如果这个加分真的没有影响到大家的权益的时候 没有影响到我们非原住民学生的权益的时候 那真的不舒服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讨论还蛮需要有 就是同学们真的在不舒服的是什么 这个社会真的在不舒服的是什么 真的是在不舒服加分吗 还是其实我们今天对于这些分数这么的在意 对于有没有上哪些学校这么的在意 他真的是因为原住民加分导致的情绪吗 还是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升学主义造成的 或者是考试制度造成的 或者是学历的主义造成的 我们好像被这些价值观给框在这里 所以我们好像跳不出去重新思考这一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讨论其实都还蛮重要的 这样那这是一个简单对于加分这件事的一个思考 但是也可能有很不足的地方 也其他老师们可以更多的对话这样 那我也想再提的是说 当我们在谈这个就是 我们自己在谈这个原住民主议题的时候 不管他今天是在面对到刚刚讲的这些谐音梗 或者是在讲其他跟原住民权有关 像升学政策等等 那我都会觉得也许还蛮需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进一步的 来对原住民议题有更多的了解 其实很多时候我认为翻转歧视 很重要的是自我觉察 就是我们需要对于自身价值观 文化背景社会位置 还有我们自己可能有的特学和受压波的经验 的繁思跟简视 其实我觉得 不然老师们 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在教育的现场 我自己也在教学现场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助人者的角色 所以我们也蛮需要 就是当我们要开始带动学生们 有这些讨论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开始陪着学生 我们自己也要开始对自己的这些 一些观点的一些讨论跟形式这样子 然后同时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我来说 因为虽然说 我可能在谈族群议题这件事情上 大家会想说 当然希望你可以讲族群议题 因为是原住民的背景 但是我也想跟老师们分享 就是说 其实我在谈歧视议题的时候 我认为人都可能会犯歧视的错误 因为我自己会犯这样的错误 不是说我在谈歧视的议题 我们就可以都不会犯错 其实不太容易是这种状况 然后我也在好几个场合 分享过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可能现场有些老师也许有听过 就是像我之前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像我们自己学校也会有同学 他可能是有接近全盲的状态 视力上接近全盲的状态的同学 然后因为我们系上 就是我们学校 就是会有一个 就是因为要呼应 全球暖化 气候变迁的议题 都会很重视节能 节能 审判 这个概念 然后我们很多的校园里面的系馆 我们的教室 就是系馆 就会开始呼吁大家关灯 水手关灯 其实过去的我对我来说 我都还蛮认同这个想法 就是我们随手关灯 因为节能 然后一起来对于气候变迁 有一些我们作为每一个个人 都可以有点责任 然后但是一直到有一次 我们自己有一个学生来跟我分享 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我很认同 我们要为气候变迁 做点努力这件事 他说可是我想跟你分享 我作为一个接近全盲的一个个人 然后他说我每次对我来说 一点点光都可以帮助我定位 他说一点点光线 都可以帮助他定位他在哪里 他就跟我分享说 我不是不认同关灯 可是对我来说 只要灯关了 我好像就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听完之后 我有很深很深的一种 我坦白讲我有个很深的一种 觉得自己的那种很深的愧疚感 很羞愧 为什么我这样说 因为我觉得 我很谢谢他那一段话的提醒 因为我没有想到 我们在主张的这些节能神探 随手关灯这件事 其实我们是立即在 我们都是很健全的人身上 在思考这件事 原来我身上带着健全主义 而我没有觉察到 原来我在主张的这些 环境运动的这些说法 我没有看到原来我带着 是健全主义的观点 我没有看到这件事在发生 所以我就说 我们人都有可能 不小心犯启示的错误 不一定 也许在族群的议题上是 也许在 刚刚在讲障碍的议题上是 也许是在 性别的议题上是这样 只是我们不会 人都不可能犯错 因为 我们对于不同群体的经验 你可能就是我们没有 相关的经验 所以可能会带着 用偏见 用刻板印象 来跟这个社群互动 所以人都可能会 不小心犯错 但当你不小心犯错的时候 被指认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机会 有更多的了解 跟学习 甚至能不能够 很诚恳的跟对方 表达你的歉意 我觉得那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在思考反歧视 或者是避免歧视的 发生的时候 我们很难 我们当然这个阶段的 我们不一定可以做到 百分之百的 避免歧视的发生 但是我一直觉得 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觉察 去挑战那个理所当然 是有机会 让我们做到 减少歧视发生的可能性 比如说 你的自我觉察 去觉察到 我身上到底带了哪些价值 就像我刚刚讲的 当你校园里面 有心理有三厕所 你会不会使用它 你在使用它的时候 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你会不会觉得 走进去心理有三厕所 让你觉得很纠结 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 你有没有办法 跟自己有这个对话 又或者是 我们我常常就会开始问 说比如说 我们有没有去 开始挑战那个理所当然 为什么今天 我们的教室 会有阶梯教室的设计 那阶梯教室 看起来好像是 让这个教室看起来 也许 视野更辽阔 可是 真的每个人 都可以在阶梯教室 行动自如吗 那个设计 是不是可能排除了一些 没有办法 再顺利 在阶梯移动的人 的移动的权益呢 然后又或者是 我们今天像我常常也会问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自己在 我们台大的校园里面 有野龄大道吗 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那为什么野龄大道会产生 会有这个野龄大道 为什么会盖在那个地方 它在象征的是什么 然后或者是 像我在讲 像我们台湾有非常多国家公园 那为什么国家公园会叫这个名字 那我再举一个更进一步的例子 回到我的族群经验 我自己本身是太鲁阁族的 那我是一个成长在 我爸爸是太鲁阁族 妈妈是河洛人 所以是一个太鲁阁跟喉洛的 这个双族裔的家庭长大的这样 那我的成长的部落在 旭林乡崇德村 我们叫德基吉那个地方 我们没有叫崇德 我们叫德基吉 就是我的部落叫德基吉 然后那个地方就在 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旁边 那我们我的成长经验中 就是我们对国家公园很熟悉 那我想好奇问看大家 因为在我们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 有很多有名的景点 比如说像天翔 大家有没有听过天翔这名字怎么来的 可能在某些分享的时候有提过 那有些老师可能就已经知道了 那对于可能还没有听过这个说法的老师 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大家可以开始想 我们有非常多的地名 在台湾有非常多地名 到底为什么这个名称会被这样称呼 那个也是在挑战我们的理所当然 就像厕所为什么是男女厕 挑战的理所当然一样 天翔那个名称 在我们太鲁阁族人 过去还没有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以前 我们没有叫那个地方叫天翔 我们长辈们叫那个地方叫 德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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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就是 有非常多棕树的地方 棕树就是木字旁宗教的棕树 有非常多棕树的地方 我们叫那个地方叫德伯德 因为在我们太鲁阁族的话 伯德伯德就是棕树的意思 德伯德伯德是很多的棕树 所以在天翔那个地方有很多棕树 所以我们以前长辈把那个地方命名叫德伯德伯德 可是天翔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就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以后 他们就是刚好那时候有国民政府的一些长官 到了德伯德这个地方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地方他感受到浩然争气 所以想要来纪念文天翔先生 才取名那个地方叫做天翔 所以各位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对我来说 不同群体不同族群或社群的人 他想去纪念他的祖先 怀念他祖先的一些精神 这个我都是尊重的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要进步想的是 可是为什么住在这边 这个土地上300多年来的人 他都称呼这个地方叫德伯德 这个称呼的方式 却没有办法被台湾社会拿来作为命名 而是另外一群人的经验可以被拿来命名 所以从后面你就会看得到 命名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权力的议题 权力关系的议题 为什么哪些族群的经验 变成台湾社会的诅咒 又或者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 台湾的这个名字的书写上 都要以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这以汉字来做书写 为什么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么的理所当然 那为什么当原住民社会在主张说 我希望我的名字可以单列族名 不要用汉字书写 比如说像我的名字 都是用母语拼音的方式写 这件事为什么在台湾的社会里面 现在国家的制度里面是不被允许的 为什么都要求我们一定要 要嘛就是并列原住民的名字 跟汉字的名字 跟汉名要并列在一起 或者是你直接用 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吉王Della 你就要选音译很像的吉王Della 用汉字来书写这样子 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各位就可能会有机会看得到 其实你不管是在命名也好 单列族名也好 其他背后都会有一个 其实你认真去看 他背后都有一个 来自主流社会的价值 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观点 他认为社群的文化比较优越 我们的群体的文化比较优越 所以要按照我的群体的文化 来运作 在日常生活中来运行 才是合理的 所以当原住民社会 在主张单列族名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有些原住民青年 他们就开始 就是会透过法律诉讼的方式 就是去提告 为什么不能单列族名 然后收到内政部的回函 的说法是什么 他的说法是 因为单列族名 现在在台湾社会 可能会造成 对这个社会的不方便 所以不建议单列族名 因为使用原住民的拼音 这个猪语拼音 母语拼音 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方便 可是我觉得开始进一步想 那个不方便 到底是不方便谁 那个被不方便的主体 到底是谁 是对原住民社会会不方便 还是对整个 非原住民社会的不方便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的思考 就可以再进一步的想 到底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运作 它是 我们一再强调台湾 我们希望走向多元文化的国家 对不对 然后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很重要 可是如果真的了解 多元文化主义 我们会知道 多元文化主义在主张的是 没有哪个文化是主体 每个文化都并重 一样都很重要 没有哪个文化应该是主体 可是我们距离现在 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 这件事情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段的路要走 因为我们看得到 在当代的台湾社会里面 其实还很清楚的知道 哪些文化才是现在台湾 社会里面在主宰的文化 就是把这个想法抛出来 跟大家讨论 因为其实自我觉察变得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要看得到 我们到底带了哪些价值 哪些文化背景 来去思考圆明的议题 或者是其他 在社会不同的群体经验的议题 比如刚刚讲的多元性别的议题 障碍的议题 包含移工的议题 或者是我们在谈的其他的 我们还有很多的 在台湾社会上 包含不同的年龄 年龄主义的等等议题 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个自我觉察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 接下来有一块 就当你开始意识到说 对 我觉察到 我好像觉察到我自身带的某些价值 好像我都是以某个价值为主体 在思考的时候 你开始会发现说 我好像对某些经验很陌生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一个文化谦逊的态度 去跟你不熟悉的文化 不熟悉的经验做学习 他才有办法帮助我们真的去翻转 我们带有的偏见是什么 这样 所以其实文化的觉察 觉察文化的差异 认识彼此文化的不同 然后同时间 进而认识自我文化 他者文化 你才可能去尊重文化的差异 那我觉得要很谦卑的心态 去学习不同的文化 跟自己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谈歧视的用意也是一个 要呼吁大家去觉察到你可能 带着的那些价值 那些主意 那同时再进一步鼓励大家 是当你意识到你身上 可能带着某些特定的主意的时候 你也许会发现 我好像只熟悉某些观点 我不熟悉的其他观点 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那是你开始可以 接触到走出你的舒适圈 去接触其他的议题 其他的社群的观点 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在那个过程中 才有可能会产生文化谦逊的态度 就是要一个文化谦逊的态度去理解 他人的文化 他者的文化 也包含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样子 那我最后想要谈 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 在翻转歧视跟隐为歧视 不管刚刚我们讲的谐音梗 还是其他的 我觉得对于在教育工作者 帮我自己一样 我也是不断的跟自己在提醒 我们不太能够去假设 我们对于受压迫群体的经验 是有完全的认识跟了解 因为我们常常会假设 比如说我可能接触了一些不同 假设我今天 假设我们在谈多元性别的议题好了 我可能有对于多元性别的议题 有一些涉猎 可是我不可以假设我真的都很懂 因为在多元性别议题里面 有非常多不同的群体 有非常多不同的次群体 我们在讲LGBTQIA plus 有非常多不同的群体 没有不同的认同 在原住民社会也是如此 原住民族 它是一个泛族群的概念 可是原住民社会里面 有非常多元的样貌 原住民族里面 至少16个不同的官方认定的族群 然后同时间 我们一个族群内部 还有不同的部落 然后有在都市的生活的经验 有在原乡的郊区生活经验 有在原乡部落生活的经验 你在原住民社会里面 还有一些交织的生活经验 比如说你可能是原住民 你可能同时也是个多元性别认同者 你可能同时是个原住民 多元性别认同 同时也是个障碍者 你有很多的交织经验 让生命变得非常不同 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去假设 我真的都很懂 我觉得那个出发点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我们真的不是都懂这些事情 你没有这个假设的时候 我们在跟同学们在互动的时候 就不会带着一些预设立场 去跟特定的同学去互动 就不会觉得说 原住民你都很懂得怎么讲族语 也就不会觉得说 原住民一定都是要从部落来的 原住民一定要知道 他的族群是什么背景 不一定 我们就不会带着这种假设 来看待当代的原住民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 我们要去意识到 世代生活经验的差异 就是因为 我觉得在当代的台湾社会里面 有非常不同 不同世代的经验 在原住民社会里面 不同的世代的看法 也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在我的研究里面 我会看到一些现象 就是 在一个在原住民社会的长辈 比如说六十几岁的这些 五六十岁这些年龄层 或者以上的这些年龄层的长辈 他们早期在台湾是面对到 很严重的对原住民族的 这种歧视的言论 然后甚至是原住民文化 是完全被否定的 现在是一个非常隐为的状态 但是现在还是有些恶意的 没错 但是早期是个完全被否定的状态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 他们包含过去在这些长辈的生活经验中 也很难有太多国家政策 在保障原住民族的文化的传承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会带着一种感受是说 他们会带着一种感受是说 我们如果现在台湾社会 开始对族群的议题 对平等这件事有越来越多的重视 越来越重视人权 年轻一代好像就更有空间了 然后他们就会把在自己世代 没有机会去推广的这些族群的文化的 这些观点 会把它放在年轻世代的身上 期待年轻世代可以承接这件事情 去推广 可是他不一定有机会去意识到 年轻世代的成长经验 他们不见得可以跟我们的长辈一样 对这些文化有这么深厚的理解跟认识 或者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连结 所以你会看得到 其实世代间有不同的观点 它是存在的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 对于在教育的现场 其实我也感觉到老师们都很辛苦 就是我觉得特别面对到这些议题的时候 老师们都可能第一时间都在想要 怎么去回应 怎么带学生讨论 其实我有感觉到 其实我觉得老师们非常不简单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 对于这个教育工作的现场 也许会蛮需要更多的在职的培训 去支持在一线的老师们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练习自我觉察 怎么练习换位思考 然后我们怎么在这些互动 互相练习的过程中 也要去一起来想想看 我们可以怎么去引导我们的学生 觉察跟换位思考 我一直觉得换位思考非常的重要 可是它需要透过自我觉察 因为有时候在跟学生们在聊的时候 我会注意到 我们如果都是用原住民的角度在谈 学生们他真的生命经验中没有这个经验 没有这个族群的压迫或歧视的经验 他很难真的可以理解 所以很需要让学生们去 从他自身的经验里面 比如说假设学生们很关心性别议题 或者多元性别议题 甚至他可能有亲生的这样的经验 或者他生活周遭有家人朋友这样的经验 你看他从多元性别的这种性别主义 或异性恋主义的观点来去引发他思考 族群种族主义的造成的伤害 也许比较有机会让他去理解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样 带着学生去换位思考的可能性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 也需要更多对这个族群 殖民历史的脉络的理解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 包含像刚刚讲到 历史不正义的这些事情 也许在我们教育现场面对的学生们 他们不见得理解历史不正义 执名是什么意思 所以可能会需要一点说明 帮助学生们有些比较立体的 这种想象的可能这样 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需要去认识到 当代原住民族的议题 因为当代原住民议题非常的多样 可能要谈到一些 就是我们对当代原住民族的 这种认同的议题的认识 或者是加分政策脉络的认识 因为其实我们谈 我觉得在教学现场 其实加分真的是一个很关键 会激发大家情绪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对相关政策的 脉络的进行有更多的了解 那有没有机会帮助老师们 有这样相关的素材 其实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因为这样子 让老师们在一线的现场 可以运用相关的素材 去跟学生们对话这样 然后最后我想再提 就是说每次在谈歧视跟引违歧视的时候 就会有些讨论就会说 是不是谈了这件话之后 我们是不是以后就最好不要 就关于原住民的事情 要不要就不说不问就好 因为不说不问就不会错这样 比如说我们不要问原住民 会不会讲主意 不要问原住民他是哪个族群 不要问原住民他太不了解文化 是不是都不要问就好 不要问就不会有伤害这样 我想跟老师们分享说 我的经验里面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的意思 从来都不是说谈歧视跟引违歧视 是叫大家不要问问题 从来都不是这样 老师们可以勇敢的问 可是我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今天你问出来之后 学生跟你说他不知道 然后可能你又在班级前面问 他在大家面前 你在大家面前问 他在大家面前回你说他不知道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接住 他的那个不知道 我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在学校的学校场域里面 学生有时候会面对到一个现象 有些老师会问学生说 你是原住民 你可以分享一下原住民的看法吗 那或者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假设你是太鲁阁足 你可以跟我介绍 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太鲁阁足文化吗 老师其实很多时候是善意的 他是很愿意给学生们一个机会 和舞台去介绍他的文化 很多时候是善意的 可是有些学生会回答说 我其实不知道 然后甚至有些学生会跟老师说 老师我在都市长大 我其实不清楚 然后我们就有听到一些学生会 有分享他的经验 有些老师会在现场说 可是你是原住民你不知道 那你要好好加油 你要好好认识自己的文化 他说他当下的感受很复杂 他就觉得说好像 我刚刚像我前面谈到的 好像他 好像他没有做好这件事 好像是他没有做到 作为原住民应该要的角色 有一个应该要懂文化的角色 不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另外一个他也会感觉到是 我在都市长大的脉络 我跟文化断裂的这个经验 好像没有被理解 没有被理解 我为什么会今天是这个状态 这样 我说他其实内心会非常的不舒服 也会很受伤 那即便老师可能出发点是三一 要给他机会去介绍 可是那个状态他没有觉得他被接触 所以我觉得比较想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说 假设真的在教学现场 有学生发生这个现象 有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 其实会鼓励老师 我们可以进一步带动一些讨论 就是说我们可以 因为像我自己的 在我自己的教学里面 我还是会问学生 比如说他跟我介绍 他是排湾族 跟布农族的双主义的背景 然后我会请他说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聊聊你的生活经验 他就说其实我不太知道原住民的东西 他说原住民的经验我比较少 不太知道可以说什么 如果我听到我的学生是这样回应的时候 我通常就会开始带动一些讨论 就是说很谢谢这个同学 很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真实的经验跟感受 然后我也想要跟同学们分享 不是当代的每一个原住民都会很了解文化的 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 那个殖民历史的脉络是为什么 形成当代的原住民的多样的生活经验 我会带起这样的讨论 让学生们可以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而不会是变成是指责原住民青年说 国家都对你们原住民很好了 很多的福利政策 很多的本土化的这些教育的训练 很多的那种 提倡原住民族文化附赠的这些资源给你们 你们还不知道 不会变成这种指责 在指责这些青年这样子 然后我们当然对政策上 我觉得我自己会有一些看法 我一直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在推平等法 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真的觉得很重要 但是我也想跟老师们讲说 在我的看法里面的平等法 并不是 我的重要性并不是只是在约束不友善的言论 我更觉得它重要的是 比较积极性的遗憾 就是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 我们其实很需要有一些国家 有一定的这个 透过这个法案来去主张国家的 对于这个反歧视或平等的目标跟方向 同时间当你有立法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有相对应的基金 来去推动这件事 就是在教育端 不管 而且那个教育不是只有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国小国中高中大专的这种教育的现场 它其实还包含到台湾民间百姓的 这些教育的推广跟宣导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所以它其实会需要 国家有一定的这个法案当基础 当做这个立法的基础 同时间有才会有相对应的资源 跟基金去推动这件事 所以我对于平等法的态度 就会觉得它其实很重要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积极性的角色在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我也认为现在台湾这几年来 非常多层出不穷的跟族群有关的歧视的事件 那如果老师们觉得 对这个议题都觉得很重要的话 也会蛮期待老师们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整理这些事件 然后我觉得整理这个事件 不是只是在讲这个事件 不是只有在讲这个事件本身的始末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跟这个事件相关的这些脉络是什么 比如像我们在谈现在 我们在讲的加分 那到底同学们对于加分的这些很多的不了解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加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 我觉得那些 这些事件相对应的这些事件的脉络 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说明 那可能也需要形成一个资料库 然后帮助在一线的现场的老师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的工作者 而是有素材可以跟学生或跟民众做对话 这是我自己一个简单的一些初步的想法 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我还蛮希望能够开放讨论 跟线上的老师们做一些讨论 所以我想说我先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有一些对话 因为我知道老师们在线上 其实不是只是想要听讲 因为你们有非常多实际的经验 我们可以有一些对话 所以我的分享先暂时停在这边 那我最后也想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一直觉得原住民族的工作 真的不会只有原住民自己做 就是因为全台湾的原住民族人口 如果你用官方统计的人口 当然这可能是低估了 我们只有2.48%的原住民 就是我说低估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是 有原住民的背景 他那不一定有身份的主任 所以原住民的工作 其实很需要有更多非原住民的伙伴 一起参与其中 其实我很感谢线上的老师们今晚一起在线上 来关心这件事情 因为老师们都是我们重要的伙伴 那我也想再借这个机会去 去 倒念一位在我心中非常重要的跨文化工作者的一个伙伴 那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典范 他就是在上个礼拜的终结事件中 离难的这个经理大学法律系的林苏雅老师 那苏雅老师他过去其实就是一个非常 他当他看到这些不公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跟学生们对话 然后很努力的想要带动学生们更多的理解和认识 然后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工作者 我讲的那个谦卑是因为他很多时候到部落里面 或者到接触到这个就是其他社群 在台湾社会不利处境社群的群体的人的时候 他其实常常站着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倾听跟学习的那个样貌 他非常的认真的在倾听大家的经验是什么 然后很努力的在透过他的倾听跟认识的过程中 试着去扮演一个可以跟这个大社会对话的桥梁这样子 可是他也很清楚知道他常常是一个很重要的协助跟辅助的角色 如果有这个机会他会让这个群体的成员 有机会去说说自己的故事一样 那我对于苏雅老师其实非常的敬重 因为我过去曾经有机会跟他一起工作过 那我也借这个机会想说特别去谈提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原住民族议题之所以有办法往前推动 是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一直有非常多关注原住民的 非原住民的工作者还有非原住民的这些在教育现场的典范 所以就是特别拿这个跟老师们做分享 然后也特别要感谢今天晚上在线上一起参与的老师们 谢谢大家